缺什么,有时候自己发现不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写到不会写,写到不敢写,写到不知道怎么继续写下去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千千千里马 昨天的一位朋友给我发了他的好几个习作 让我来看一看,说一说 他说,我现在写到这程度,越学越觉得不知道怎么学下去了 你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我这是属于什么毛病 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来看一看,他写的这个字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然后看看他的字里边到底是缺的是什么,有的是什么 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学了多年的书法,我一点长处也没有 或者说,我学了多年的书法,我很自信,我已经写得很好了 其实我们缺什么,有时候自己发现不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他的奇作啊 也是他的一些创作的试验吧 我觉得我们这位朋友啊,他还是下了一定的功夫了啊 现在也都六十多岁了 能写成这样也算是不错了 既然人家呢,诚心诚意的啊 让我们提出一些批评意见,我觉得呢,我们也就应该说一些自己的看法 他的这个字呢,看样子,主要还是学欧阳荀的啊 他把欧阳荀的这个字呢,也发挥的还是学的比较好 但是呢,又不是完全的跟欧阳荀的一模一样 这是我觉得是可贵的地方 那么他的这些字问题出在哪呢 我觉得如果按照我们的司法三别来看 我觉得啊,咱们就是说一看一个准 准在哪呢 一个是笔法完善不完善 二一个呢,是结构合理不合理 这个书法的基础的问题呢,就这样 他既是一个最低的要求 也是最高的要求 从最高的层次上来讲 最后的结果,哪怕你就是最高 他还是我们要通过 你的齐笔心笔,手笔揭笔 笔法笔一笔式来看的 如果这些东西都很成立 他当然是好的书法 如果这些里边含有不妥之处 那么他当然就还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这位朋友啊 我看的这些字啊 应该说呢 可以说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字 在一件书法作品里边 他是不太合理 这样呢,个别的字就影响了 他的整体的效果 其实我们看他的字已经写的还是 应该说还是不错了 但是呢,他就是出点事 这个事出在什么地方 我慢慢来说啊 这是他写的大概一个三尺的中堂 一个是四尺的一个对联吧 我们初步看是不是这个大小尺寸就这样 这个是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他呢,给我们配了这一件作品 那我们就先把他的这个中堂呢 来说一说 出交天下事 入读古经书 这个看来是这个书房里边的这个对联 是还是很不错的啊 内容也选得很不错 我们先说说这个对联啊 这个对联啊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有个别有一点点问题 比如说这个书子啊 书子这个竖画起笔 它是直接起笔 就是路风肩笔直接起笔 然后呢,行笔 那么如果写到下面收笔的地方 如果能够细一点 也就是说这个竖画能够写成一个 两头尖的就好一点 因为给下面的就要留一点空间 这样的就更生动一点了 然后你在写这个竖横竖横的时候呢 就能够在下面交接之处呢 有一定的空间 这样就更好一点 这个胶子呢 我觉得写的挺好 结构都挺好 就是这个最后一个笔画 就是反纳 这个反纳的显得啊 有点太死 这个死的原因是什么呢 略略的重了一点 如果轻一点 就会好一点 这个天子也不错 夏子也不错 这个柿子呢 也不错 就是这个柿子呢 感觉啊 就是上面的一横 是不是向左边再长一点 或者说呢 写这个第二个横画的时候呢 这个横画生的长了一点 再收短一点 所以这些呢 都是一个接笔问题 就是连接下一个笔画 和上一个笔画的呼应关系问题 如果呼应的好 那么起笔的位置选择的好 这个字呢 就可以说 一画定前空了 如果这个笔画的起笔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在接笔的时候选择不当 可能就会有问题 那么如果这个柿子啊 我们就说这个柿子 如果这个柿子树画 应该是先写横啊 先写第一横 横画写了 写树 写树画 第三画又是一个横画 这个横画 如果起笔的位置 不要向前面伸长 那么这个字还是很有神采的啊 这是他的上连写的一个字 那我们再看他的这个下连写的是 入读古经书 这几个字里边啊 入字写的是有气势啊 能够有一些气势 这个也很不容易 因为他写的不太死板 这就好 这个入字啊 有一点问题在哪 就是写这个撇的时候 这个笔式是对的 很有气势 写下去这个是选好 这个收笔的部位啊 一定要注意 要推敲 我们在练习书法的 要推敲古人的东西 怎么起笔 怎么行笔 怎么收笔 你看我们现在就遇到这个问题了 就这个竖划写下去 收笔的部位 怎么收 啊 这个要推敲 我觉得这个呢 有点不是太稳 就收笔 给人感觉不是太稳 那么你在写这个 那话的时候 应该说呢 是和这个撇话呢 是一个接笔的关系 什么叫接笔呢 就是我这个那话 和这个撇话的起 起笔的位置 要怎么呼应 要把它压住 啊 还是怎么样写 这个要一定要让他有活的 这个关系 这个呢 我觉得接笔关系 有点死 所以黄田坚为什么说 他从那个少工 就是划船的那个 专业划船的那个 那个划奖的那个里边 他得出了个窍门呢 我估计呢 就是交叉点上 一定要找活口 就是给人感觉是活的 也就是我们讲的 揭笔 这个那话呢 起笔行笔都写的是比较好的 就是收笔的部位 我觉得也是啊 要推敲一下 怎么样让他重一点 还是怎么样 推敲一下 这样呢 就写出来更好 总的来说 这个字的结构是好的 就是笔法里边的问题在哪呢 就是揭笔关系 所以我们为什么讲书法 你要把这个字写好 它的结构不是什么问题 笔法很重要 那么我们就看他的这个入字的 恰好就是一个例证 他的笔法出在哪呢 要么你就是起笔有问题 要么行笔有问题 要么是收笔有问题 要么就是揭笔有问题 在这四个关系当中啊 一定要处理好每一个关系 这样处理出来之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字呢 就写的完整的好 这个读字呢 他取的是这个取式啊 也是取欧阳寻的那种 或者说是取的是小欧的 就是欧阳通的啊 那种笔法 就是上面呢 开宽 下面呢 宅这个也是他的一种美学构成啊 这个读字写的很不错 我就不详细说了啊 这个古字呢 笔画结构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 就是给人感觉到有点不是太稳 这个精子也写的不错啊 这个精子就是撇画 写这个撇画快到书笔未至的时候呢 不要写的那么滑 应该打一个小结 就像蓝廷序里边的那种 汇鱼 会计山鹰的那个绘字的上面的那个一撇一样啊 撇下去之后呢 让他留一个结 然后再写出去 这样的就显得不滑了 这个那话写的很不错啊 上面下面几个笔画也写的不错啊 这个书子写的不是太好 我就不详细说了啊 下面我们再看他的这一件中堂 中堂写的是大雪满天地 胡为杖剑游 玉坛兴礼事 同上九家楼 简单一个一个说一下 这个大字呢啊 取式都是对的 如果说有一点问题呢 就是横画的手笔部位啊 让他有点棱角好一点啊 这个棱角不太不太突出 呃这个撇画 撇画还是快到收笔的时候 有点油滑不太饱满 刚才我们讲过了啊 就是这个字 讲这个 讲这个今天的金字的时候 我们讲过 要取式快到收笔的物意志的时候 尽量的让他打一个小结 这个呢 如果是你在练啊 你在练那个什么欧阳通的书法的话 欧阳通的书法一定要 他的那个字写的非常好 就是他的那个撇 撇 比如说写了个大字 撇下 竖着写下来之后 快到撇 要拐弯的时候 他有一个结 就是有一个转折点 然后呢 他就显得不是太圆滑了 啊 这个点写的不错啊 可以 呃 这个雪字呢 写的也不是太好啊 写的写的不是太好 就是下面的那个 里边的一横 有点太下了吧啊 是不是啊 应该写在中间好点 虽然他讲究的可能他的构想是要这个书密分开 但是呢 现在我们看效果不是太好 所以还是尽量的把这个里边那个横画向上提一点 让上面密下面书啊 不应该让上面书下面密啊 这是个雪字啊 满字写的不错啊 这个满字写的不错 嗯 呃 这个天字也写的不错 啊 这个地字也写的不错 呃 这个胡字呢 就是古字的这个横画 啊 我觉得呢 向外面稍稍再扩张一点比较好 因为你收的太紧了啊 呃 这个维字呢 也行 是吧 也行啊 这个杖字呢 这几个笔画都可以啊 就是感觉有点不是太不 呃 我们看了你的好几个笔画啊 呃 写这个撇的时候 尤其是竖弯撇啊 这样写下来的撇的时候 这个好像对你有点难难度啊 要反复的来练 尤其是我想 如果你学那个欧阳通的这个这个字啊 我把那欧阳通的那几个字好好练一练 这个就练出来了 就是我们写到竖的位置的时候呢 呃 可以说呢 调整一下笔分啊 然后呢 徐徐的把这个笔呢 慢慢的啊 出去 这样呢就显得不油滑了 这个箭子有毛病啊 这个箭子毛病太大了啊 这个这个箭子应该说 呃 一个呢 是你看啊 你这个箭子放在什么位置了 放在你一个中堂的 就是这一件数法作品的 非常显要的字眼的位置了 结果呢 这个字呢 还给写失败了 这是个严重问题啊 那么这个问题在哪呢 一方面呢 这边的这个箭子写的不太确切啊 第二个呢 是人的这个点核这个树啊 写的靠的太紧了 不能靠的那么太紧 应该呢 适当的拉开了 就要拉开一点啊 结果呢 结果呢 你靠的太紧 这样呢 就显得粘连了啊 粘一块了 所以他有时候呢 需要既离既合 有时候呢 需要粘的很紧 这个要看情况 现在这个箭子的这个情况呢 是失败了 彻底失败了啊 这个字是这里边写的最不好的一个字 油字呢 写的不错啊 结构各方面 尤其是他那个中间的那一树 长得特别的高 这个也叫揭笔方法啊 我就是在定这个树化点的时候 定的那么高 但是我左边的这个写的时候呢 又和右边的三点水呢 大致上大体上的保持平衡 这样的显示出了这个字的呢 这个主次关系呢 封得非常好 所以说这个油字写的很好啊 玉子也写的不错啊 这里边出来的小毛病啊 就是上面两个点 两个点写完之后呢 写这个撇字的时候 这个撇画和那个点的接笔 接的啊 太清静了 应该适当的有点啊 有点远一点 说他少了一点啊 少了一点 然后写这个口字的时候呢 是不是口和那个点封的不是太明啊 这个是一个毛病啊 再跟呢 写这个旁边嵌子的时候啊 注意嵌子撇下来之后呢 和这边的口字也好 还是点也好 尽量不要碰撞啊 总的来说 这个玉字呢 整体上还是 就是结构上还是挺好 就是这个个别的地方 出问题了 所以我们经常讲啊 这个汉 这个书法作品里边 揭笔关系非常重要 就是一个笔画和一个笔画之间的呼应关系 尤其是下一个笔画和上一个笔画之间的 这个呼应关系 以及下下一个笔画写完之后 对对第三个笔画的啊 这个交代啊 呼应等等 这些关系呢 叫揭笔关系 我们一定要处理好这些东西 而且呢 这是一个法 很多人说我提的那个揭笔是多词一句 一点都不多词一句 这个揭笔呢 是书法的核心价值所在啊 他非常重要 我没有谈结构 那么揭笔就是结构的结构 他太重要了啊 我们也结合这个实际情况来谈啊 这个坛子也写的不错 他采取了错落的这样一个结构 有创新 这是一些创新的元素啊 新字也可以 这个李字呢 他总是有些笔画要失败啊 这个李字呢 还是最后的啊 最后的两点 这个没有写好啊 或者说呢 他的出风 最后的一个点 出风的时候呢 出的不太对啊 他想出一个揭笔 结果这个笔呢 出的有点邋遢 但是这个整个这个字 就是李字的这个结构是好的 这个式字呢 写的不是太好啊 不是太好 但是结构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同字同字的这个字框啊 写的可以 里边呢 应该再配合的好点啊 因为他字框呢 写的比较重 里边呢 可以适当的把笔画放轻一点 上字也可以 九字的构思呢 不错 那但是呢 在具体的处理上啊 呃 还可以推敲推敲 我们讲 笔笔尽量的分明 你写这个有字的时候啊 三点水过来 这个有字的时候啊 这个竖画 第一个竖横遮钩 然后在写上面两个竖画的时候 这个竖画和第一次写的最左边的竖画呢 不要不要粘连啊 这个我们一定要讲究这个避让啊 你这个避让没出来啊 这个夹子呢 结构上是不错啊 第一个点画没有写好 这个楼子真的是失败了 他把这个楼子呢 作为一个高潮来写的 呃 但是呢 在总体的设计上呢 你这个箭子啊 那这一个竖画啊 就是一个高潮 那么你这个写楼子的时候 最后一个笔画呢 应该适当的收一下 收一下之后有个什么好处呢 第一 显得稳 第二呢 你把上面那个箭子的一个竖画呢 不要让让他削弱啊 不要让他的表演 被你的这个表演给掩盖了 是吧 所以这是一定要我们要注意主次 该收的一定要收 该放的放 不要不分主次的各自唱各自的调 你也放我也放 大家都一起放 那就呃就有点乱套了啊 那么他的这个 我们就全部的基本上说完了 总的来说啊 我们看啊 就是第一呢 呃他很用功 第二呢 就是说 他在继承的过程当中 又能够发挥自己的个性 啊 寻找突破口 我觉得这样学下去啊 一定会学好的 但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呢 呃我觉得啊 按我的看法就是说 你按司法三笔去弄啊 一定会更进一步的提升的 刚才我讲的时候呢 呃 为什么我呢 我能够讲出一些问题 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 我就另当别论了啊 也欢迎你的批评指正 但是呢 就是我觉得我们用司法三笔来看笔法结构 一看一个准啊 有些地方我都没详细说 但是一看一个准啊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全局观念啊 你的起笔行笔收笔 这是指一个笔画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笔画写好 这个笔画里边的包括什么呢 包括笔法笔译笔试啊 三者都要有笔试就是它的空间位置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入字我刚才讲的它的一个撇啊 一个那这就是两个试啊 虽然都是撇撇和撇的空间安排是不一样的啊 也就是说你画一条线 你来看一看它的那个角度等等啊 都不一样 所以这就叫笔试我们要掌握 还有笔译是什么呢 它是隶书的笔译 还是收笔的部位 它是鼠音啊 是垂落 还是什么 还是玄征等等啊 要有那个笔译啊 有那个笔译 笔画就丰富了 这个作品里边也有写的好的字 也有写的败笔 而且这个差的 写的差的败笔的字呢 和好的字的差别太大啊 真的差别太大 所以我们回去以后啊 很好的去思考一下 写完一个作品之后呢 先看最差的是哪个字 然后一个一个的笔 你挑挑哪些字是最差的 找毛病 怎么找 用四把三笔来找 一个笔画一个笔画的查 然后呢通过接笔关系来找 它到底合理不合理美不美 这一下子什么问题都能够找出来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停留在一定的阶段之后 感觉哎呀我也不会写了 我也不敢写了 或者说我也不知道 我写的对还是错 关键是我没有建立四把三笔 这样一个坐标系 如果我们建立了这样 一个坐标系啊 什么问题都是一找一个准 我希望我们再一次的把四把三笔啊 重视一下 这可不是我瞎片乱造的理论 这是通过实践检验 反复证明 至今我看了那么多的大作家 大数法家 大理论家 还有我们的小理论家 我们的小学者 我反复的证明 四把三笔一点都没有错 好今天就这个话题 我们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的分享 欣赏和学习 书法的快乐 也欢迎大家 跟我们提出更多的批评和建议 我们一起走进书法 天天不懂 天天来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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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